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記得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之丸 那今天這集呢要講的是所謂的角色強度排行榜 那以往在玩灌籃高手都會有這個強度排行榜的一個影片 那這個遊戲呢目前沒製作過 那在這個影片開始前呢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不太確定這個遊戲有沒有所謂的暗改機制 所謂的暗改機制呢在灌籃高手是存在 就是說他的遊戲公告並沒有寫哪隻角色被buff了 哪隻角色被nerf了他是不會講的 只能透過你玩遊戲的過程中去領悟到哪隻角色被偷改 那這個遊戲不太確定會不會有那種情況發生 那我們先姑且相信沒有這個情況 那我們依照我們的官網給的資訊這一次改版的是 加入濾肩這個版本的角色球員變動 那我們就依照這個變動加上我們體感的一個感覺 然後來評斷這個角色的強弱 那當然我們強弱都有依據的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目前的排行榜都可以看到 基本上整排都是本來就是有在玩灌籃高手的玩家跳槽過來的 所以基本上 代表這兩個遊戲的性質基本上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機制也是一模一樣 否則不會是整排都是灌高跳槽過來的 而且基本上都是看得到名字 就是 這個名字知道是誰的 所以這個排行榜呢 自己主觀一點啊 大家覺得準不準呢就看自己個人 那你覺得不喜歡不想學的呢 那你就照自己的練法 那總之我是給大家一個練角的方向 那這個就開始吧 我們今天這個角色排行榜 那進入我們的這邊排行榜呢 那首先呢我個人的習慣我會先把最沒有任的角色給擺上去 那第一角色呢就是降棋了 降棋我認為是這個遊戲完全沒有用的存在 基本上就是來亂的 那 一定會有很多人說沒有什麼爛的角色 只有 不會玩的玩家 那通常有這種想法的人呢 一定一輩子都當低端 因為在隔壁棚呢 遊戲剛開始前呢 就初期都很論章講 結果導致以後面大家才發現 海水推了誰沒穿褲子 所以呢角色爛就是爛 不要練就是不要練 你真的皮呢 那你就繼續玩 到時候受傷了 不要來找我 反正這個是給大家一個正確的觀念跟方向 如果會有這種想法的人呢 通常是旁門左刀的人 一 他只能打比較 中下游的人虐菜 然後剪一些影片 然後說自己 這角色可以玩這角色怎樣的 其實這角色根本就不能玩的 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所以呢如果有一些人 旁門左刀 喜歡玩一些奇怪的 衛馬就是為了流量 衛馬就是 一種奇怪的 不知道怎麼講 有一些人就喜歡玩一些冷門角色 那為什麼他們喜歡冷門角色 通常只有一個原因就是 他們知道他們的主流角色玩不贏別人 所以玩一些偏門 別人很少在玩的 然後洋裝之際很強的樣子 所以這種觀念我是非常不推崇的 所以爛角色在我心中呢 他就是爛角色 他永遠不會是一隻好角色 除非你是個休閒的玩家 否則你如果要成為一個強的玩家 厲害的玩家 基本上這種角色是不要碰 那再來是黑子哲也 一樣是老問題 我認為這種角色就是 不能進攻的角色 就是這個遊戲的過病 這種類型的角色 只要你是不能進攻的 通通都會被我歸類在比較弱的角色 那他目前要能進攻 也要能覺醒 那就算他能覺醒呢 他的功用也 非常之少 他就是一直只能來掛機的角色 所以他的數目會不會擺得非常低 即便他之後可以配上什麼 灌籃角之類等等的 那我不如選其他的角色 有風俗能力的角色 我都覺得比他還要好 為什麼要選這角色來掛機 那根本就是噁心都有心態的 那有些人就會故意選這種旁門走段來 讓他的觀念錯誤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進步的話 這些角色是盡量避開 那再來是音樂的話 我樂人他就擺在T2而已 音樂的問題點在於說 這個角色其實成型的資源 說聲的還蠻高的 而且他的集訓任務不好解 那會不會擺在T2是因為 他有一個集訓任務在 那688轉呢就可以享受很海量的資源 所以我也覺得說音樂還是有一定的程度在 而且他其實上籃的錯位空間還蠻大的 因為目前為止潛力還不夠 所以上籃如果一拍蓋得太早的話 很容易會有錯位的情況發生 所以音樂我認為目前進攻還行 頂頭能力還行 但是音樂有個很致命的缺行 就是他的主攻能力太低了 非常之低然後超級能力也不高 而且他防守是短板 那進攻也沒有到太優的情況下 我認為是有大概T2介於T3的水平吧 那如果真的要跟黑子格開的話 那就把他來T2吧 火神的話呢 我覺得以現階段版本 真的要排的話大概就 也是T2水平吧 我不會把他把它踢完 原因是因為這角色 其實跑速 大家有在玩堆 發現他其實有一點慢 沒有到特別的快 就是他加速要扣得非常好 那非常好的情況下 才比較好做防守 那這角色雖然主攻範圍大 可是現今的角色就是綠尖版本有點偏三根球版本 所以他的版會是高的 那如果在玩火神的玩家會發現 都是高版 那高版就會很吃所謂的力量型主塔 就你會被推掉好位置去搶難版 那加上這個遊戲你潛力不可能很高 你不可能開局就把它除滿 除非你是大課長的力量別論 那就這種現階段的環境下 如果依照目前不能秒版的情況下 你被力量前推到你基本上是完全沒辦法跟別人搶難版 那更不用說他現在灌難一堆人會該 所以進攻防守 進攻跟籃板方面都沒有到 T1水平的時候 只有防守可以拉到T1的情況下 我會把他擺在T2 他的順位不會被擺那麼高 那再來是土田 土田算是中規中矩可以玩的角色啦 基本上就是大概T3水平吧 那每一個水平我都會稍微再做一個強度排行榜 例如說這個T2的話 就是T2的最優先 然後次優先 就是他還是T2中還是一個排行榜 排行榜的 就是T2之間有個排行榜 T3之間有個排行榜 那一個戒度上面又一個排行榜 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是有差距的 那目前土田也是中規中矩的中鋒啦 只不過他就是前期可以嫖一點分 那大家知道他可以得分之後基本上 他就沒有什麼大優勢了 就是跟其他主打比起來就沒有太大的優勢 小金井呢 算是一個被大家低估的角色 可是這角色有個大毛病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就是沒有進攻能力 那你說他後仰難蓋嗎 那只是因為很多人 很少遇到揮子G頂的金井而已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一個能防守能撿地板的角色 但是老問題 不能進攻的角色就是詬病 那他再怎麼能進攻也就是 你就是選來掛王的嘛 你利幹說你是選來蓋火鍋的嗎 可莉你可以這樣講 但是你蓋完火鍋之後呢 你要怎麼做進攻 靠隊友嘛 所以這角色一定就是來躺的 就是來做好自己的本分 但是現階段很多角色都可以做封蓋的 不需要選上這種角色 所以他即便火鍋的能力強 都不會標擺在很前面的順位就是因為 沒有進攻能力 所以這種角色就選來 掛王混混分 所以這種角色就是自月型角色 自月型角色就是 我蓋人我很爽 但是那場贏 不會跟我有太大的關係 但是如果我守得很爽 我守得很滿的話 我就覺得很爽 那這種是給 自己很有優越感的人在玩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角色 不會被我排太前面的位置 日向的話算是這個 這個T2裡面會不會有排第二名 日向雖然算好蓋 可是這個版本很特別 他的一個主攻增數沒辦法到那麼廣 而且這角色開大目前也是完全不能用看的 只能用踩的 那說實在話 日向的三分球準度開大特別的準 真的是特別的準 那準的情況下 雖然他還沒開光之前很好蓋 但是開光之後呢 會有一個三分球 大概兩到三顆的優勢吧 那不夠麻煩的地方就是在他開大後才有用 所以他的順位依然不會被我排得太高 就是一個中規中矩的虐拆角 節奏型角色 遇到會玩的我認為他的 發揮水平就很低 因為他跑速不怎麼快 防守根本太上對面 所以 排得比較低 水貨布呢 像是主塔中我覺得還蠻萬用的 大概都不要擺在T3吧 就是T2中的T3 那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中規中矩的中風角 而且很多東西能打 也可以過機制 那在遊戲初期呢 會有一點優勢 可是到後期的話呢 就算是一個過渡角 所謂的過渡角 就是你要練他才能練後面角色 而且中間不會有所謂撞牆起 就比較舒舒服服的角色 那 黃賴的話 又沒有把它提領 我認為這個版本是黃賴的天下 黃賴基本上只要點得出覺醒2 之後 沒有人守得住了 不管是任何一隻角色 都只能踩 不能蓋 所以呢 他在我的順位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他的變化性是很大的 如果有把大絕點出來 覺醒點出來的人 那更不用講那個黃賴 是滑得跟什麼一樣 所以他是一個攻守兩幫都很強 所以他也有主攻能力 那也有跑速 很好跟別人 重點是他有很花俏的進攻手法 那又可以 複製點的招 所以算是一個 打一個出其不意的進攻 什麼事他都辦得到 所以黃賴會擺在這個遊戲的 T0順位 利松本來也會在T0 但是有個大問題 他的上籃被砍得很嚴重 不過我不覺得目前現金的角色 有角色是可以完全的跟上他的 所以他還是可以把球丟出去 只是說 這個版本算是大三分版本 只要對方有濾金的情況下 他球輸會換不贏 所以 如果他只能頂兩分的情況下 雖然他甩得出去 也不會被全方 但是他的上籃被 砍的那一刀之後 是非常有感覺的 基本上都會被蓋下來 那被蓋下來後呢 就沒有到那麼好發揮了 所以他的情況下 進攻難度比較高一點 他沒有擺在進攻手的 算是一個T1順位吧 不會到太高 但也不會到太低 那早川算是我覺得 比較優秀的 那個副版位了 因為他算是一個可以跟 一些主塔抗衡的 像小菇啊 大平這種主塔會抗衡的 原因是因為他有一個 籃板球也會搶的機制 再來說他搶到籃板之後的 攻框就是保底兩分 因為如果跟他跳籃板 是蓋不到他的攻框的 所以他的順位擺得比火神還要高一點 然後跑速也比火神快 火神一開始會比他快 可是他開始開熱血後 他的跑速就比火神快了 所以我覺得他的用途 會比火神再高一些 而且他是可以跟主塔做抗衡的 那這一版的板點呢 雖然潛力還沒上來 所以板點比較低 但是早川的板點 已經比火神還要高了 所以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早川那一掛的 那深山我也覺得是被低估的一個得分角 那改版完之後呢 雖然有變慢 但是依然不能全防 所以還是個大三分版本 那大概深山會不會擺這個 我覺得會比利松再更前面一點 我認為深山在我心中的排行榜是高的 原因是因為他跑速快 然後又有火鍋技能 然後自己又能得分 所以他是個攻防為一體的角色 然後這種攻防為一體的角色呢 我是特別喜歡的 所以他的順位會不會擺得特別高 重點是他是個三分球角 那三分球角就會有優勢 為什麼 因為大家可能沒有什麼角色池 所以都會選雙竹塔 那雙竹塔的情況下 三分球就有優勢 加上他不能全防 所以我覺得他的順位會不會擺得非常高 他是有辦法去跟綠堅做抗衡的 那再來是小骷 小骷我認為是全遊戲最被低估的角色吧 我本來覺得他角色應該沒那麼強 後來我發現他是一個 我覺得他是T1中最強最強的存在 因為他是唯一可以跟大平互推的中鋒 那大平呢會不會擺在這遊戲的T0 大平基本上在這遊戲中已經太強了 他的大絕被砍了一刀 但是他的大絕一場可以開到一到兩顆 那他的大絕目前看起來空大機率很低 被籃板球判定的係數太高了 基本上都是他的籃板 所以我覺得大平是這個遊戲紮紮實實的T0 那內心的火鍋能力又是有技能加成的 基本上是中規中矩 完全是中規中矩之上之上的存在 所以他可以不需要帶任何的特性潛能就有一定的發揮 我認為他算是一個 過於強勢的中鋒 那我記得 我覺得他就是T0 不用置疑 那小骷作為力量版 他是唯一一隻能跟大平做抗衡的力量版 就是兩個互推是互有牽球的 不會是那種像火神啊 或是早川被推到就是一面倒 不過火神跟早川也可以利用 繞擋擋拆的方式 繞卡位的方式去搶籃板 所以這兩隻的順位不會擺得太低 還是可以跟這兩隻做抗衡的 不過大家排位上來以後應該就會發現 其實真的不太好打這兩隻角色 就是跟這兩隻角色比起來力量塔的優勢遠大於彈跳板 原因是因為大三分版本籃板球彈得比較高 他彈得比較高籃板球弱點的時間就會比較久 那就會造成力量版會有優勢 因為他可以推你推到一個好的地方然後來搶籃板 所以就是我會把目前這些力量版的順位擺得比較高的原因 那再來是綠堅 綠堅在我的心中只會有T1的最強的存在 原因是因為目前來講他有點蜜月期了 就是 他的得分能力雖然是有的很強的 是可以可以來做進攻 但是他有個問題他還是得頂投 他沒辦法一直空位出手 他不太有辦法一直空位出手 他就跟深山一模一樣只能把球丟出去 但是你說他一定會進嗎 我覺得機率沒有到特別高 那大絕頂多一場給你開兩顆 對面其實反應正常一點都可以去干擾到 目前手下的心得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角色一場頂多就6分免費得分吧 大絕的話運氣好6分吧 那運氣不好大絕全部也沒拿到分 那就是靠頂頭了 他基本上就跟深山一樣了 不過深山有個問題是他大絕比較弱一點 所以濾肩的數目會被我擺比較高 可是濾肩目前缺點已經很明顯體現出來了 如果大家有在看濾肩的話 或是防守濾肩都會發現 他的防守能力是有很大的問題的 濾肩的跑速太慢了 那濾肩跑速要快要到6絕 而且6絕的話說實在話我看完日服 速度也沒有到很快 所以他的短板太明顯了 他的短板就是在於說他沒有防守能力 那這個問題雖然你可以說他有火鍋技能 但是他的跑速真的太慢了 他一定會到後期變成一個 進攻強可是防守很爛的角色 那更不用說到後期 假設大家潛力上來了 可以開始慢慢的去蓋濾肩的時候 那濾肩的順位就不會到那麼的高了 所以我覺得濾肩在我心中的 排行不能到T0是因為他的防守能力 跑速有問題 那大家也都知道這個遊戲的 球場其實比較廣了 跟廣告比起來還是稍微廣一點 那角色比較細 比較小隻一點 所以這種情況下會造成你 不好去跟到敵人 然後他跑速又慢 所以就變成如果今天 過了這個蜜月期 大家都開始知道你的鍋點 知道怎麼樣踩你的時候 那你的優勢就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他只會在我心中 只有T1的存在 那再來是高尾 高尾我認為是 目前全遊戲被低估的角色之一 他的順位其實比我擺得非常非常高 你要我擺在T0其實我也覺得不為過 我認為高尾是這個遊戲最被低估的 因為他可以拉空間 那防守能力又不錯 跑速又快 那再來是開光之後給的攻擊壓力真的很大 那他又可以把空間拉扯掉的情況下 這個角色這個遊戲剛講過了 球差比較大 那角色呢沒有辦法 拳防的情況下 他只要能把一隻拉出去 你敢 放兩隻去踩三分球 那他就會在裡面跟你採權 而且他的跑速是你沒辦法同時 手外面然後在手裡面的二段 會有身位的危險 所以他是絕對被低估的角色之一 我認為如果你是很喜歡玩空間的人 他會是一個很好很好的選擇 那我覺得目前版本我會擺在T1的一個第二名的位置 那以上就是我認為目前的這個 黑子籃球的一個角色排行榜的一個順位 那給大家參考 那希望大家看完會有自己一個練角的方向 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我是沒意見 那有什麼奇怪的想法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反正我不一定會回你 那最後跟大家講一下我目前打下來的一個感覺 我目前排位是這個核心王牌2 全都是單牌 一場多牌雙牌都沒有過 那到了核心王牌基本上大家就是守面孔啦 這邊要觀光的守面孔 那無刻能不能玩呢 我目前打下來大概81.6%勝率 勝率大概落在7層6層 那打到這個地方就沒有那麼好爬分了 但是還是可以用操作來彌補一些角色上的弱勢 那我還是比較推薦大家照著這個排行榜來走 比較不會練得那麼痛苦 你可能在早期用一些邪門歪道的角色是會贏的 可是到了遊戲大家都會玩的時候你會玩得很痛苦 所以盡量是不要走一些邪門歪道 那我目前的戰績全部都是公開 大家可以自己查 那也可以讓大家看看我平時都玩什麼角色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這個角色排行榜 希望看了對大家的幫助 謝謝大家今天觀看囉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